今天去爬山 现在是七点快七点半 现在是正式的菊道山的起点 刚下了一个海 人还是挺多的 我们队伍有十个人 就是发现这个线路其实非常难走 跟来之前预想的很不一样 非常慢 这个地方不太要走 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带小孩过来的原因 然后这个只是能带人通过 所以非常非常堵 然后爬的时候其实刚刚是 有两公里吧 基本上爬的非常慢 就花可能两个小时走了 都是在等 这个是刚开始爬的第一个比较难的点 它比较陡到下面是海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危险 你们一个人 这些脚接线在一起 爬过来爬的 脚接线在一起 爬在整个地方 两个脚接线在整个地方 踩你的左 左脚的那个 左脚 右脚踩在一起 脚接踩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左脚往那边踩 左脚往那边 左脚往那边 这个走的比较慢 人比较多 因为还是有一点难度 我们有一个沙滩 然后那个沙滩就是一个中间消息的一个点 一般就是午餐的点 这个浪还挺高的 小心点 要把它打开 这个算过了一个阶段了 那边你还得穿一个转裙过来 看你 这边应该是我的队伍 那边是我们的队伍 走到沙滩 这也就是走了三分之一吧 吃完饭 现在完成下面的路程 应该是三公里吧 一个小毛头 大家在拍套 好 可以了 好 下一个 然后后面的路 其实和午餐到沙滩之前的路都一样 也是非常非常其实难走的 前面就是这个沙滩就是中边 就走一下 在这边这一个 还有一段比较难走的路 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翻船 就是那位大哥 一直跟着他走 围栏里面有洞 没看到 他从这里翻过来了 然后这边沙滩就是终点的 整个行程我们是走六个小时 大哥也过来了 刚才在后面等了一个大姐 大姐在后面 然后这里有沙滩 这个终点非常不错 这里来的人比较少 因为道路博士很好 有很多帆船 有个石头很多人拍照 山蒙海市 刚才有个大哥说 那边就是摇梅坤 路德山章 然后这个山是大雁底 海上运动中心 牛Sports Ocean Sports Center 然后总的来讲 今天其实路程不远吧 反正就一万步 但是每一步其实都是 比较坚的比较危险的 石头 非常的非常难走 然后下面是海 又是有很多斗波 就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 应该把脚放到哪里 所以我还是建议 其实跑寒线要慎重 就是 最好还是不要跑吧 这种路线还是 太危险了 然后风景的话 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呢你不怕寒线 你去正常的旅游景点 风景也是挺好的 也是因为我这次稍微摔了一下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我就 我就意识到 这样一个危险性 然后到网上看了一些帖子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是想到 海岸山很美很美 就这样的向往 但是 它的危险之处在于 第一 这个路非常难走 然后呢 你很容易会滑下去 第二呢 这个路上有很多 很多石头很尖 然后滑下去 如果摔到尖石头上面 那就非死即伤 第三呢 就是说 如果掉到海里面去了 你从海里面再爬起来的几率很小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海浪会一直拍打你 支持你呛水 而且会把你拍到岩石上 造成一些撞击伤 第三呢 第四呢就是 它那个石头 被海水浸泡过的石头 它很滑 你根本就无法在上面去爬 如果掉到海里面 如果掉到海里面了 拉到海里面了 对 叶子人